檢方是有回應的 針對這個利多卡因的說法 那我覺得既然有利多卡因 這不應該出現在現場啤酒罐上面 那個或者是裡面 有驗出來就應該查清楚 而不是以這個賴性高中生 他的體內是不是沒有致命的 這個利多卡因 不是的 不是的 因為一般的啤酒罐 應該出現這個東西嗎 不應該 那你就要查清楚 他是怎麼來的就對了 那我相信那麼檢方應該要提出 可以讓大家更幸福 那因為既然是一個麻醉 麻醉藥品 管制藥品 又有這個東西 那你不起訴書上面有序名 可是你卻沒有序名 他是怎麼來的 檢方有說 莫怪 他是說是被旁邊的這個 等於說污染 旁邊的這個 相關的藥物污染等等 我覺得整個案子 應該把它查得更清楚 所以現在已經律師 這個申請在意了 然後那麼高檢署 也要求你 包括檢查總長 型態都非常重視這個案子 我覺得要無懈可擊 不過也因為這樣子 那意外發現 那麼賴南他在四月的時候 去買了一輛新機車 他們就懷疑說 那如果你要尋短件的話 為什麼你會去買個新的機車 那這個車牌號碼是9513 其實會選這個號碼是有原因的 因為五月十三號是賴姆的生日 所以應該是這個等於說 為了他媽媽 這個等於說所挑的這個摩托車號碼 但是有些人會講說9513 是不是諧音變成救我醫生 真的很巧 當然是個巧合 那這種巧合其實過去也發生過 過去曾經在這個台東有個原住民 那麼在南回公路 他在打獵的時候意外看到一個袋子 有這個奇怪的味道 他把它打開以後意外發現是一個男子 被殺了以後 那藏身在這個裡面 但是他沒有身份 所以一直查不出來 查了整整之中的三個月 後來查出來是一個這個蔡犯的兒子 然後這個案子最離奇的地方是 其實那麼東港的刑府簽稅是非常有名的 東港刑府簽稅 他在協助警方辦案子 曾經有協助好多次就對了 那這次協助辦案子的時候 警方就知道 如果查無頭緒的情況之下要怎麼辦 就擲筊就是這樣 反正那麼七分扣你修正 三分扣運氣 就麻煩行民看 就幫他給個靈感等等 結果擲筊擲什麼呢 擲至少我可以知道一下 神明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那當然不能盡興 但是我參考 是為了什麼而殺人 仇殺沒筊 情殺沒筊 對不對 這裡強盜財務殺人沒筊 會不會是自己人殺人 砰砰砰砰三筊都有 結果大家去查了一下 發現了一筆很奇怪的數字 三八九一三零 數字密碼 什麼意思 後來問了他的這個爸爸才知道 這是公理數 這個公理數 雖然是把他親生兒子給殺 是沒辦法的情況 是這麼對不對 尤其自己的孩子 那可是心裡面還是想要說 有機會回去拜他這樣子 來看一下天氣真的好熱 我懷疑今天還會破高溫 我們先來看 那動物園這些動物要怎麼辦 這個熊貓 先來說 北京的這隻熊貓叫雲二 真的太熱了 熊貓是住在寒帶的地方 所以就給他一塊冰塊 他坐著坐著也挺開心的 結果悲傷的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呢 他的屁股黏在冰塊上面了 怎麼半一直搖啊搖啊 都搖不開 這個好像就我們冬天 舌頭去舔電線乾一樣 真的很凄慘的一個狀況 這個鏡頭更慘的 這烏龜 哇天啊 太燙了 太燙了 我沒有看 等一下 我沒有看過烏龜跑那麼快 過去是世界紀錄 先來說 因為烏龜 我們現在的溫度是四十度對不對 地板的溫度高達七十度以上 所以烏龜呢 本來是漫條絲理的 結果這個太燙了 趕快跳到水裡面去 那哈密的沙神豹 有什麼可怕的 最遠最遠還可以吹過日本海 直接到達日本 所以沿路過來的話 沿路你都要去清理了窗戶 但現在這種天氣太慘了 我們來看這是在重慶的霸州 重慶的一個霸州 最近下大雨 下大雨誇張到什麼地步呢 第一個 房屋直接衝走 古橋只剩下最上面的一個位置 結果現在1956年以來 最大的一個雨量 現在已經造成17人的一個死亡 兩人的一個失蹤 我們來看這對情侶 好辛苦 還好這對情侶有救起來 但現在好多人 據傳都被困在車子裡面 好多人是晚上出來想說 下大雨一個車 居然連人帶車 全部被洪水沖走 我看中國幾個領導人 就李克強最敢說真話 結果李克強就被裸退了 他說過幾個真話 說出來大家嚇一跳 他說中國還幾億人 六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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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低於一千塊人民幣 對 這是事實 好 我們來看中國有一個 部叫人社部 那我們台灣人可能人社部會聽不懂 人社部叫人力資源跟社會保障 所以它是一個中國的官方 最近人社部就開了一份資料出來 這份資料洋洋洒洒 簡單的說 他就說我們中國現在公佈各省的低薪的狀況 結果目前全中國有三十一省 居然有十六省的一個月薪 是低於兩千塊錢的 目前標竿是上海 上海的話一個月是領兩千六百九十塊人民幣 全國的一個首位 那全中國很多人會說中國哪裡最窮呢 各位 東三省最窮 為什麼呢 那個叫老傳統事業 所以遼寧以一千四百二十塊錢來說的話 是最低的一個狀況 但是網友這個時候當然就不可以放過這件事情 他就說哎呀 這個是保持一定的一個速度下滑 這個也就是穩定 那現在中國的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中國其實到底失業的一個狀況 現在還是一個謎 為什麼呢 目前國統局所開出來是說 哎呀 沒有那麼誇張啦 全國的一個失業的一個狀況 大概全國的失業大概是在五點五左右 那目前比較麻煩是在十六歲到二十四歲 這個五月份的數字的話是二十點八 但網友就說了兩億五千萬的穩定就業 這個算總體的一個穩定嗎 那先來跟各位說什麼叫做所謂的穩定就業 穩定就業呢 目前根據中國河北的學者的一個說法是 一個禮拜你只要有一個小時上班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工作呢 你在你家裡面 爸爸媽媽在吃老 不能說吃老本 吃所謂的農保 或是老人年金的話呢 你在家裡面孝順爸爸媽媽 當全職兒女也不算失業 這樣不算失業 因為你在家孝順爸爸媽媽 這不是肯老嗎 你有幫他們倒垃圾 洗衣服 有做這些事情 但重點是在中國很多的一個畫面 讓人家看的覺得很恐怖 我們現在看第二個畫面 我可不可以請問你 所以中國失業的定義是什麼 現在中國定義失業不知道啊 我在家裡沒事幹 我也可以當作不失業人 可是你有孝順爸爸媽媽 他的意思是你有孝順爸爸媽媽 所以很難判讀 就很難判讀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還挺恐怖的 這個畫面前面都是小朋友對不對 可以發現那個招募的人就在前方 招募人的前方畫畫畫 講了好可憐喔 各位十薪一個小時是十塊錢 而且他是兩班制 所以白天一班 晚上一班就輪流做 這麼多人就在那邊聽聽聽 那為什麼呢 就為了要一份工作 就為了要呼 為了要讓自己能夠溫飽嘛 這個呢 一點鐘十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現在其實最辛苦的是誰呢 最辛苦的是那些六十歲以後 但是呢還需要上工的人 現在跟各位說法規的一個部分 中國就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有的老人家都是我們政府在養的 所以正常來說的話 你六十歲以上怎麼還需要去上班呢 所以現在他們就要求在正統的 包括了各省各縣各市 六十歲以上的人就不請 可是現在中國也 政府養 他是說政府養 很豪邁 但其實沒有 但其實沒有 但這些勞工呢 其實他們進程打工三十多年之後呢 每個月的兩老金大概就是一百塊到兩百塊人民幣 一來也不夠用 二來 中國其實缺工問題很嚴重 中國跟臺灣一樣 他們目前那種要曬太陽的 幾乎也不太有人做 所以很多那種建築工人 做清潔的 做搬運的 都是這些六十歲以後的人 那可是他們這些人 他們自己有小孩 小孩現在在辛苦當中 所以這些人就鼻子摸一摸 認了 所以繼續勞動 求生存 可是中國官方說不準 所以阿記怎麼辦 所以他們只能夠到更遠的地方去 去那種大家警察或者是那種檢察方抓不到的 然後領更低的薪水 很慘 真的先說非常非常慘 所以這個要怎麼辦呢 但最後面這兩個畫面 我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生氣 我們來看 這裡面有個農民工 他居然被打 而且請注意看 他不是他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好幾個人打他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農民工他就說 我過去在個地方 在那邊跟你工作工作了三個月 你公司你要還我啊 結果這個公投呢 不但公司沒還他 請各位注意看喔 好幾個人在旁邊圍觀 然後一個人拿著木棍 直接當場打 直接當場打 這是第一個 然後我們來看廣西 這在臺灣絕對炸鍋了 這在臺灣只要上了新聞之後 這一定是要大家 我們再看廣西 廣西的公路局呢 怎麼會這麼誇張 廣西的財政一向差 這個大家都知道 廣西 貴州 雲南 這些做整個所謂的旅遊的財政都非常非常差 可是你不能夠積欠農民工 四年的一個工資 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怎麼會欠那麼多錢呢 正常來說 你要欠一個月 兩個月 不對 鼻子摸了就要快跑了 欠四年 然後他們的布條就貼滿滿的 那重點是在於 房子只好沒賣出去 現金流拿不回來 錢永遠都轉不動 所以現在中國最大的麻煩 就是這個所謂的死亡漩渦 最後我來補充一個數字 中國現在的房地產不好 我到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在更新數字的時候 中國前十大房企 總共欠台幣四十兆的資金 阿姐 我跟你說 最近不是七月嗎 今年上半年總結完了 六月底的報告出來 現在中國前十大房企 你知道欠多少嗎 四十六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利息咬利息 沿路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但是薪水卻是越來越低 所以中國的狀況 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很好 各位 你仔細想想 這敢不可能 我看不可能 現在不是 bonuses 全就你 degli地址 我們下課了 讓我們下課了 各個 ребята 那些人 送了 我看不可能 真正 這次貼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